知名的肠胃药保际丸被验出含有已经禁用的西药成分 吃了有导致血压上升或者致癌的风险 香港已经下令回收了 而国内从三年前开始就没有贩售 但是医生还是提醒自己从国内能买回来的民众不要再服用 在透明的塑胶罐当中有红色颗粒一颗一颗的小药丸 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老牌中成药保际丸 它的成分包括了十多种的中药 常用于治疗腹泻呕吐外感风伤等症状 但是这一次在新加坡却被验出含有禁药分泰 以及西药西部驱民可能会有非常严重的副作用 其中分泰的成分由于有致癌的危险早就被禁用 另外西部驱民是一种抑制食欲的西药 可能会导致血压上升心跳加剧 严重会导致精神异常 治疗大肚子我们应该是让它便秘一点 结果它还有泄药 那这是适得其反 那还有如果你在身体已经很不舒服了 包括它体的是水土不服 然后你还吃兴奋的药 刺激血压上升 那我也觉得是适得其反 连中医师都很讶异 老牌的保际丸居然会含有西药成分 不管是生产线受到污染 还是有目的的添加 由于很多国人出国都会自己带回来 中医师特别提醒 大家暂时还是不要吃保际丸 比较安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